天气民众风雨越晚会越大 最好还是待在家里面比较安全 千万不要接近海边 而宜兰现在是否已经是刮起了狂风暴雨 目前的状况如何呢 我们先记者杨慈英来告诉大家 慈英 好的各位观众 台风真的来了 因为宜兰郊区这边已经开始了下起了雨 虽然现在稍稍变小的趋势 但是它是从3点20下到现在 时间经常达了20几分钟 其实这个雨一直不停的下 下的时间也是有1.9 但是呢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气象局就宣布了下午2点的时候呢 这个暴风圈已经正式的碰触了台东地区 还有恒圈半岛地区 移动速度也比想象中还快一些些 那气象局预估说其实今天晚上呢 这个风雨会是最强最大的时候 气象局稍早也修正了一下 他们说现在这个灯台路径 会从花东一带登入 那预计呢北部的这个雨量 可能会在下降一点 没有想象中来的这么多 但是呢也请各位观众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雨不下多 但是会下很久也会很急 那也请民众出外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安全 那宜蘭这边呢 刚刚其实还是有很多民众在这温泉郊溪 这边泡泡温泉啊泡泡脚 来享受这个悠闲的时光 但是这个好雨一来啊 大家全部都躲进了真雨棚里面 其实有一点扫兴和失望 但是大家也就希望这个雨可以快点停 不过店家就表示了 其实他们担心的是晚上 因为晚上会是风雨最大最剧烈的时候 到时候生意肯定会受到影响 也希望呢这个台风可以手下留情一点 但是在这边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晚上出门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安全 如果也尽量不要再靠近海边了 因为东外半部地区 已经出现了长浪的现象 也请民众做好防抬措施 以上是小蓝张 我最先前行主播